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Wii的冰箱分享,时间是我们第99节节目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Transform Command Wars里有这个Legion Class的Win Charger 那Win Charger呢,台湾准备给它一个中文名是叫做追风者 给大家看一下,追风者,OK,那所以就,这一集就以追风者这个名字来称呼它吧 好,那这款玩具的话是昨天中午的时候我去逛行逛三月 就中午吃饱饭,肚子太沉就到处闲晃 他就在星光的玩具去看到了这个家伙 那当初Combine Wars里头这个Legion Class的玩具当初那边有三个 对,一个就是追风者,再来一个是战绩,就是那个红色坦克 台湾这次给大家一个中文名应该是叫做冲锋头吧 对吧,冲锋头看一下 冲锋头,对,没有错,冲锋头 好,Warpath 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前几集跟各位探索过这个,这个 嗯,Combine Wars里头这个Legion Class的 Decepticon Viper,就狂派的毒蛇 那这个家伙不是我买的,这个是共玩兄买的 那盒子一直丢到我这边还没拿 他说下次来我们家的时候再拿 那下次应该就明天了,明天我要跟他出去骑车,骑车乱航 哈哈,好啦,那就这样吧 共玩兄啊,你快来拿,这个盒子等你很久了,对不对 那我应该不会去收这个Vupper吧 反正已经玩过了,就 刚才借来玩过了,所以就算了吧 那这个盒子,呵,就 快来拿,共玩兄啊,快来拿 好,这个盒子我们就先收起来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那 就当初看到就蛮奇怪,就是 三个Legion Class价位不一样 这个,呃,Win Charger跟World Path就是那个 战警,呃,冲锋头了,跟这个追封者 两个是特价399 可是这个Deserticon Viper,就特价特,就是价钱差一点 这个,这个就,比其他两个还便宜一点 这个395,特价395,我是不太清楚为什么 是,是这个角色,这个玩具比较冷门吗 还是怎样,我不太清楚了啊 OK,反正就是这样,那399后 后来就想一想,好吧,那就买了吧 OK,那这个就 呃,现在来看一个盒子嘛 盒子的话,这边有 Combined Wars,然后,这边有 追封者他一个,这个角色里的插图 那,里面有附带人物卡,人物卡里面 也有一个插图,那 Win Charger,那 两个角色,都是同一个人 可是,两个插图都是同一个角色 可是 他的一个造型上是插上 呃,造型方面是差 差了十万八千里哦,这个 虽然,是同一个角色 没有错,你们两个都是追封者 可是,外型居然差那么多 好啦,那,反正就是这样,这个 人物卡就不 呃,这,这集就不再把它给拿出来 这样看应该可以看得到 OK,反正是同一个,OK,那 我也不想把它拿出来 呵呵,就让它有点封在这个 塑胶套里头吧,大概就是这样子 这样子吧,我会稍微展示一下 那Win Charger,这一块有一个 波派的一个Mark,那这边有贴一个 呃,星光三月的一个,这个 特价的标签嘛,399,里面 本来是贴,这里面应该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标签,绿色,原本是绿色,现在是橘色 哦,我也不想把它撕下来 呵呵,好,怕撕下来整个破掉 是怎样,OK,不管了,那 底部就是这样子 这样吧,这个,这个 各位应该也没有兴趣去看底部 呵呵,好,那Combine Wars, 然后Win Charger,然后 跟它这边有它的英文介绍 这边的话有它一个人型跟一个车型的关注 它需要10个步骤才能变形完整 这里的话有一个HESPOR的一个标准,这里的话 有警告D,就是这样的贴纸哦 好,大概就是长这样吧,那我们就把 盒子给放一边去,那 嗯,诶,玩具本体去哪了 玩具本体去哪了,哦,在这里 呵呵,好好,OK 把玩具本体给拿进,把玩具本体给拿进来 OK,这个就是 今天的主角,这个Winit Charger 追风者 好,那先讲一下 它有一个车型,我非常地喜欢 我个人非常非常地喜欢 这个车型 这个车子的一个造型 虽然说它的涂装并不算特别的多 也不算特别的精美 细节刻画也不算特别的精美 因为它细节刻画并不是说特别的一个多哦 OK,第一步就是长这样 嗯,机器人都不会隐藏的,不怎么好 不怎么样的好,OK 头啦,胸口啦,脚啦 什么都看得到了,对不对 能看的都看到了,不是 好啦,那 车型那家涂装并不多 整支本来涂装不多 除了黑色以外就银色 就没有了,这个红是本来塑料的颜色 那这个红,只要是红 这个红,我很喜欢这个红 这个红看起来就 挺漂亮的,那 轮胎的滚动性件上没有什么问题 非常损畅,那本身轮框 没有任何涂装了,这个轮框的一个 造型是非常简单的 OK,就这样 但我并不讨厌了,那 车尾部的话,这个 这个排气管,是这个车 车,车,这样子的车 本身后面就这么大的一个 排气管还是怎样,因为我对车不是很了解 这个 我是没有看过 这么大的排气管,而且这个 排气管这么大也 有点奇怪,或许它是真的 就是设计成这样,这种车 或许真的就是这样,还是 怎样,我是不太清楚啊 或许是真的这样,或许是 根本没有这样的车 反正我是觉得这个排气管在这 有点小奇怪,那 排气管这个灰的 焦感还挺重,然后 这个,引擎 引擎的地方这边有 银色的涂装吧 那车头灯的部分 是有这个 是有这个 银色的涂装,然后 车头上面这个洞的话 你其实可以,我去拿个什么东西 过来 稍微等我一下 我来看看 OK OK 好 可以让它插一些其他 角色的武器吧 可以让它这样插上去 OK,这个显然是 过大,而且这样会挡住银色的视野 你看,根本看不到了 所以当然这个尺寸是不符合的 你可以要拿一些比较 插一些比较小的武器 可是我个人不喜欢外挂了 如果你喜欢 抱歉,你为什么在这里 如果你个人喜欢外挂的话 那你可以考虑找一些比较 尺寸比较小一点,不要像这个 这么大的武器 你如果喜欢外挂,你可以考虑给它放上去 我个人不喜欢 只是给各位展示一下 不要给它插上什么武器 那这个洞 应该就是给你插武器吧 不管这个洞要干嘛 对不对,它本身也没有附带武器 OK,就是这样子吧 好,车形态下 大概就如此,底部就是惨不忍睹 对不对,好,那尾部看 这边有一个小缺点,漏仙 这个大腿部分 灰色的地方,胶感很重 那车尾没有涂装 就是如此这般的一个素 好,那车窗就黑色涂装了 这个摸起来还是挺舒服的 那,本身就 黑色土壤不是什么透明件 或怎样,OK 那,呃,侧边的这个车窗 两边都有这个螺丝钉 就是了,这个不是很好看 你要嘛一边有,那我们就摆另外一边看 可是它两边都有,我们 就,要嘛就看它的屁股 要嘛就看它的头子 要嘛看屁股,要嘛看头 对不对,好,那现在就来示范上一个变形过程 变形的话十分的简单 因为是个步骤嘛,并不是特别的难 OK,那当然 多多少少好是有一点点的误差了 好,那就废话不多说 现在来示范上一个变形了 首先变形,我们先把这边有一个 呃,我找一下卡扣在哪里 哦,对,这边有一个卡扣在 在脚这边,先挑松开来 OK 好 然后呢,我们把两边的这个 这个地方 车头这边分开 连,嗯,连带两边的车门 把一起拉下来 然后这个脚这边,啊,这里 分离开来,对,它自己会分离 哈哈,这边有一个卡扣分离开来 然后呢,这就是它一个脚嘛 那,现在要做的东西 然后,各位可以这样想 就是排气管要变到它,呃,即将人的腰的部分 这样,这样想,各位应该 就会觉得非常简单了 你就照你自己的一个看法 就想办法把它一个排气管变成腰 这边有一个 洞跟一个凸,扣进去 OK,你只要把排气管变成腰 就让脚,脚拉手来,就 手把就已经定位好了 这个脚都差不多了,然后 脚就再做一些小小的微调 OK,手也 多一些,小小微调 然后再把这个 A包整个利用这里面的这个双动关节 提上来一个 一格,OK,好,这样子的话 先变到这边了,其实还没变完 照说明书,官方的说明书的一个变法 还没变完,可是问题我们看到官图后面 它裙甲就是这样 可是问题在于 它的裙甲这边有多数一个 转动的一个关节 照说明书上,官方的说明书,就里面的说明书 有一个变法是,要你转180过来 可是我个人并不觉得 转了180会比较好看 可是它既然有设计就是这样 它既然有设计书这个 关节就是让你可以去转动它 不然它就白设计了嘛 对不对,根本不需要转 我个人觉得不转比较好看 那 就看你个人的喜好吧 你要怎么转,你要转不转 就看你个人了 我个人是不喜欢转它 平常我在玩的时候并不会去动到这个关节 我觉得它有点 白做了,对 这个关节,反正 我们这集先以说明书上 为准吧 先以说明书为准 所以我们先转 我并不觉得转了比较好看 我反而觉得不转 关图上这样的一个形态 还比较好看一点 那这个是个人的偏好 或许你觉得转了会 就转成这样会比较好看 那这就个人的偏好嘛 就看你个人了 要转不转都可以了 好,那给各位看一下 还有一个大小 ok,那它跟,对,帮帮币 对,我想起来你为什么要放在这里 好,那帮帮币 deluxe 辨识官方,deluxe 的玩具放在一起 把它跟辨识官方的deluxe 放在一起,大概就是这样 的一个尺寸,那体重不用说 但比较轻的废话 对不对 好,那这个我先把它收起来 那刚测形态下 好像忘了吧 把它跟其他玩具做一个比较 所以没关系 那它是个legion class的玩具 可是这个legion class的 尺寸实在是太惊人 同样是legion class的 这个铁锈 rid的铁锈 有没有 哇塞,尺寸太惊人 也太大了吧 对不对 这个 太厉害了 同样是legion class 对不对 ok,就是这么的恐怖 ok,那就很大的legion class 超大的legion class 对不对 能够常常把它误以为 是computer class ok,其实它是legion class ok,真的很大的legion class ok,把它跟这个 对吧,这个 同样身为传奇机的玩具放在一起 尺寸就是这么一回事 非常 非常惊人的一个 大小的一个传奇机 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个 可动吧 先从头开始 好,头的话 转动 可以转动 可是幅度不是很大 那 这样看好了 我们把这个背包 稍微抬下去一点 ok 先看看 因为它这个头转动 它这个头背后是连带着引擎盖 所以 应该是引擎 所以它挡到 它会 这个 后面这片 红色部件会 去挡到它 这一块 这个 手的这一块 灰色的 整个胶感很重的灰色的关节 会挡到 它一个转动是非常有限的 那你把背包提下来还是一样 这个 就是这样给各位展示 提下来 给各位展示 比较方便一点 那 头部可动就不是很大 然后 手部是球形关节 这里的话就一个一样球形关节 取代了轴跟 二头肌 的一个关节 就 球形关节 球形关节 那这边有一个薄拍的一个标志 腰部没有一个可动 脚是一个球形关节 然后 膝盖也是一个球形关节 然后 头的话 头的话 他眼睛是蓝色涂装 脸的话 是银色涂装 这边有一个薄拍的标志 然后 胸口的话 细节的一个刻画 并不算是特别的一个精美 那本身 就 比较简 这个造型比较简单一点 就这种比较简单的造型 那 我还挺喜欢的 那 呃 这里 这里有上零期 然后这个 这一代 包括头这个地方的这个 这是铁灰色 这个 胶感不重 胶感重的地方 并不是红色 也不是这个铁灰色 也不是上这种银器 而是剩下这种 脚大大腿啊 还有这种 中间这个关节 这一代这种 灰色 灰色的 部件 这个胶感就比较重一点 那 嗯 脚这边有黑色涂装 然后 玩的时候自己小心一点 你看 这边已经有点小掉漆了 我给自己玩的时候 就 自己注意一下吧 反正 对 在玩玩具的时候 自己小心一点 不要动用暴力哦 毕竟玩具是要浅的 坏掉了 应该会非常伤心 那背后的话就更 这个 实在是太惨了 这个有没有 惨不忍睹的一个画面 这个地方整个都是 有没有 引擎盖 车顶啊 门板啊 什么有的没有的 全部都是 车子的一个 车 就感觉像车壳这样 车顶 在后面 然后 这个 引擎盖的部分 整个全部这个 都 从后面这样看下去 这个就很 很惨 正面看还好 背面看就 哇塞 这个太恐怖了 太狭了 那唯一露出来的地方 就是小腿后面 小腿后面就给你头脚 而且头脚还挺严重的 这个 背后看实在是太惨了 这个 不是门板 就是头脚 非常 惨的一个状况 那就是这样 就尽尽尽量让它 做一个正面的一个摆摄 摆摄吧 就背面看就 那背影实在是太太太太 太恐怖了 那背包有了 并不断特别大 还挺平的 只是说大概挺长 因为整个车顶被他后面 没有一个折叠或怎样 就挺平的啦 背包 就是这么一回事 一个车顶看你能不能接受吧 那前面这个地方就 这个 这一袋手就 偷掉 你千万不要举起来 举起来就被门板了 对不对 或许你说这样可以挡子弹 多厉害 不管啊 那本身 没有附带武器 可是手是一个动型 手掌是一个动型 所以你可以让它握一些 其他尺寸相符的武器 OK 我并不觉得这个武器握起来好看 你可以挑选一些 你觉得配起来比较大 比较好看 比较帅气的一些武器 让它握 这个 就是随便拿一个而已 OK 好 先放到一边去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OK 这个玩具 车型态我还挺喜欢 人形就 比较 比较 个人觉得比较弱一点 就比车型弱一点 尤其是背面 这个背面 扣分扣很大 对不对 车型态下就还OK 你不要把它翻到车底看 你就不会看到 机器人播 整个如果你变车型态 就是不要翻到车底看 其实基本上还挺OK的 除了尾部有一点点漏性 那其他就 还OK 还可以 好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吧 那 OK 那今天节目呢 就跟各位经营销 中文结束 那期待要关上 我们下一集再见了 拜拜